哈喽 哈喽 大家好 今天收到了一台我们B站上一个小伙伴发过来的一个XS 这个XS的问题就是打电话没声音 然后面容不能用 他说面容能修就修 修不好就不修了 这个机器其实挺好玩的 它怎么会来到我手上来的呢 这个机组这个老哥 因为我很早之前拍过一个XS Max打电话没声音 一条线搞定的那个视频嘛 那个视频也没多少人看 也没有多少评论 也没多少弹幕的 但是被另外一个屌毛给我盗去了 他盗完之后呢 发出来了 然后刚好有天一个老哥发现这个视频 他就发私信给我 把链接给我了 我去看了一下 看一下这个屌毛的一个主页 然后他就盗了我一个视频 然后我就给他评论了一下 我说你盗我视频 他好像是用小号 他也没回复我 也没有删除这个视频 然后你看这个老哥 这个老哥手机出问题以后呢 他刚好就看到那个视频了 然后觉得那个视频里面 修机的那个屌毛技术挺好的 可能他觉得他挺好的 然后他就把它看完了 看完了之后呢 后来发现 评论里面有这个屌毛本人 他就点开这个屌毛的主页 然后就看到就是我的主页 看到了我 然后他就加了我微信找我 修这台机 这个机器的问题有三个 一个就是打电话没声音嘛 其他的时候声音都是正常的 包括你刷抖音啊什么的 声音都是ok的 就是打电话的时候没声音嘛 然后跟之前那个XS Max是一样的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他面容不可用嘛 一打开就会提示面容不可用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会重启 这个机器 他之前是摔过导致这些问题 他在这个老哥是成都的 他拿到成都修了一下 然后成都那边没有给他修好 他就发现了我 所以说你们相信缘分吗 这就是缘分 其实我 很多很多小伙伴在我这边修过机了 然后我不知道我在视频里面 给你们表现出的什么样子的 也有很多小伙伴见过我真人 其实我这个人不喜欢那么啰嗦 啰里巴说的 我也有给B站小伙伴修机修出问题过 然后修的修的不开机的死掉了 也没爆风险 我不会那么默默唧唧跟他说那么多 我就跟他说这个手机死掉了 要不你多少钱卖给我 要不我就买一台给你 我不会 我就是一个比较痛快的人 就有些时候 有些人他发私信问一些问题很奇怪 然后你不回他他一直发一直发 然后我就回他了 有的时候可能说的比较直接吧 他就觉得 你这个人怎么和视频里表现出来的不一样 我不知道我在视频里面表现的时候 给你们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但是我现实中就是这样子的 我应该有很多很多小伙伴 这个时候都加了我微信 你们应该知道 我平时表现的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我并不是说 我在视频里面表现的怎么怎么样 然后现实中又怎么怎么样 其实不是的 其实有些时候你觉得我态度对你不好 其实肯定是你的问题 我不会对你 我不会莫名其妙的骂人了 你知道吗 然后就希望大家多多理解 因为真的 有的时候他有 我也是人啊 我有的时候也很忙也有脾气 然后我戴的手表嘛 Apple Watch嘛 你发微信的时候 我这个手表会一直震动 就有些人会把一件事情说很长 就放一堆彩虹屁 他也不讲直接 然后我就说你直接点说好不好 就是很忙 他就说你这个人怎么态度这么恶劣 他就把我删除了 就骂了我一下 我很忙 我来不及回 过一回回他的时候 我就发现他骂了我 又把我删掉了 有的时候真的很可气的 然后现在讲到这个机器 这个机器呢 它是中摔的 然后之前有人 之前那个上一家修过嘛 然后修完之后导致了打电话没声音嘛 然后他把鸡带也拆了 从又把鸡带给 就把鸡带拆了嘛 然后他以为是鸡带的问题 其实这个机器的故障呢 不是鸡带问题导致的 像我之前那个视频嘛 XS Max打电话没声音那个视频 就是分完层可以明显看到 上层有掉点嘛 就是那个GSM那个 就是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给你们解释 那个脚是用来干嘛的 反正你们可以摆度一下 就那个地方断线了导致的问题 那这个机器呢 它这个板是没断线的 就是非常非常的完美 但是它就是出现了打电话没声音这个问题 然后我修了 我已经然后我就重新量 因为量的时间太久了 重新找问题时间太久了 然后我就没有把那个过程放出来 然后我现在就已经修好了 包括它的重启呢也给它修好了 这个手机现在打电话的时候 它按音量加减也不卡了 我打电话也会有声音了 不像刚才那样 就打电话的时候 你按音量加和音量减的时候 它是不会弹出来 马上弹出来那个操作的 它不会给你画面的 然后它也不会有声音了 它现在已经修好了 包括它的重启也修好了 它的重启呢是因为 之前那个人修出来的问题 就是那个 它的重启记录上显示的是 iPhone C3 i2 C3总线出问题了 i2 C3的总线就是触摸IC的供电 触摸IC供电就出问题了 反正就 这个视频虽然很短 比较啰嗦 说了一些题外话 但是 找的过程真的很久 它打电话没声音的原因是因为 i2 S就是一个音频总线 iPhone S的一个音频总线 一个CPU到 基带的一个音频总线 它好 它就是不是断线 它没有掉点 它也没有断线 它没有断路 就是隐性断线 就那条线虚掉了 就是偶尔连上 偶尔连不上的 我测了好几次再测出来 然后过程非常取舍 我就把那个取消掉了 然后我就把它飞到条线上去 这个 然后基带上一家用的 基带装的是低温锡 然后我发现低温锡 又把基带重装了一遍 然后它重启 是因为这个触摸IC 触摸IC上有个总线 G2 G3角 就是IRC3 这个总线出问题了 它可能是吹的时候导致的 也可能是别的原因导致的 反正就 二修机就不好说了嘛 然后怎么来了 就怎么故障怎么产生 就不好说了有些时候 然后就是这两个地方 导致的一个重启 一个打电话没声音 但面容那个呢 是彻底摔挂了 真的是没得救了 然后 这个机器就OK了 缘分 是不是很有缘分 然后就希望大家给我和 这个小伙伴的缘分 多多点赞投币 我们下期见 拜拜